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国的儒家以男女夫妇为人伦的开始 教化的起点 从周代以来就有许多关于婚姻仪式和婚姻意义的说明与阐释 身处闽南地区的台湾 相关婚俗也受到儒家的影响 但是台湾的地域色彩尚包括了客家及原住民等多种文化 因此也展现出不同的特色 台湾原住民中的平普族称妻子为牵手 一位男女双方在湘西牵手的一上纳 就注定了互一互信 共度未来的一生 中国人相信缘分二字 在云云众生中 男女双方就是因为缘分才会巧缘相聚 携手共度一生 但缘分是什么呢 在过去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的时代 媒人为我们诠释并担任了婚姻缘分的见证 旧日的六礼中 媒人的第一个任务是纳采 被托礼物 替男方前往女方家说媒 其次则是合八字 相当于古礼中的问名 八字相合后 正式通知双方可以缔结良缘 有如古礼中的纳吉 男方必须准备丰美而具有吉祥意义的各式礼物当聘礼 正式向女方定下婚姻 古礼称为纳針 也就是夏聘 现在则称为定婚 文定完品的礼品越丰盛 若能表现男方的诚意与慎重 接着媒人 需挑选好良缠吉日 决定婚礼的日子 正式通知女方 古礼称为请旗 现在称为送日子 日期决定后 男方于婚礼当天的及时出发 亲自到女方迎娶 古礼称为亲吟或迎亲 这是婚礼中最引人瞩目的仪式 也是最重要最热闹的阶段 迎娶的行列包括鼓吹 自信排 没人叫 新郎 新娘叫 及聘礼等等 新娘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 告别家人 上教后 女家泼水 新娘丢善 象征新娘一去不返 日后成为称职的好媳妇 女方家亦未有嫁妆 以示祝福 轿子到达南方家 新娘先食肝 也就是俗称的假肝 以象征未来生活的甜蜜 然后在没人前倒下 以八卦米筛遮头 过火炉 踏破瓦 跨越门槛 步入南家大厅 新郎新娘进入新房 称为入洞房 在新娘投杀取下前 先吃下象征圆满甜蜜的汤圆 然后饮浇杯酒 新娘入南家 必须由媒婆带领 一一向南方亲友敬茶 南方亲友喝完茶 必须回赠红包 并以身份祝福新娘 如 新娘爹地地 美妮睡好戏 为迎接新娘的到来 南方在整个婚礼过程中 都必须念唱四句连 为新娘祝福 以增添婚礼喜气洋洋的热闹气氛 小孩看到娶新娘 也感染喜事的到来 嘴边念唱 婚礼之日 南方必须白酒宴客 意义是向朱亲友正式通告 并接受祝福 朱亲好友 以赠礼品 红包 以表达祝福 及认可之意 夜晚 宾客往往有闹心房的习俗 宾客临走前 也会念唱四句连 幸运一番 如 新郎真高意 闹顾新娘的习俗 大家两车等 让您躺起变八戏 婚后的第二天 新娘的兄弟会吸果子和红花 正式败望姐夫或者是媚婿 沟通两家的情谊 探访当日 南方会将代表 心腹真洁的白卷交给舅子 如果已经染红 舅子会高兴地将红花 交与新娘插在头发上 这叫做换花 第三天 新妇带着喜悦的心情走出大厅 正式拜堂后 行臣妇之礼 由婆婆将米 锅 桶 等厨房用品 交给新娘 象征以后一家的饮食大权 就此移交给新妇 堂室里的三日入厨下 洗手做羹汤 为安孤食性 先前小孤肠 非常传神地描写了新娘忐忑的心情 新婚夫妇 婚后令则即日回女方家 俗称登瓦家 或者是归宁 热闹的婚姻礼俗 在归宁之后 渐趋平淡 夫妻同甘共苦的日子 正式展开 婚姻从六里开始 到归宁的完成 一对有情男女 展开了他们人生中新的阶段 未来的路有多长 湘西就应该有多久 我们从古婚礼中 深刻体会 过去对新婚夫妻 及亲家结合的重视 繁荣的遗节 其实就是赋予新人重责大任 它一方面整合了家庭的人际关系 一方面也创造了文化的价值与尊贵 只要我们善加珍惜鲜明的美意 一个丰美充实的礼仪世界 必将再度花繁叶茂 婚姻是爱情的延伸 它给爱情一个展现的舞台 让友情男女 在婚姻中扮演夫妻 以及父母的角色 婚姻是海事山盟 更是情真不移 爱心 耐心 互信心 包容心 是婚后夫妻和谐圆满的保障 牵手成员 同心相细 但愿婚姻圆满 白头偕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才是新资的